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人喜欢健身 有人喜欢购物 还有人喜欢旅游 而我们今天的业主刘先生呢 他的减压方式是烹饪 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有趣故事呢 我们一起去看 张雨云 你上上去日本玩感觉怎么样啊 这样会更理解我的需求 原来啊 业主是想把自己的新家 改造成一个 以厨房为主要接待空间的房子 把独乐乐呢 变成重乐乐 不过这就难了 因为呢 我们就要考虑到烹饪的方便度 同时呢 也要兼顾到接待客户的舒适度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齐家网为我们的帮帮团 智能推荐了哪位设计师呢 谢氏盈出生于一个海滨小镇 城市对他来说 曾是遥不可及的梦 画画给他的人生 打开了一扇大门 凭着与生俱来的农村孩子任性 他走上了设计师这条道路 设计让他看到了 更多生活的可能性 他是一个不善言辞的匠人 他一直在努力 只为梦想能照进现实 欢迎我们今天的设计师谢公 欢迎谢公 你好 姐 你好 这是你今天的任务卡 不过在挑战之前呢 先要问你一个问题 平时喜欢烹饪吗 喜欢 因为夏主这一块比较多的乐器 但是我夏主机会并不得 今天的业主呢 是真正的烹饪爱好者 不如现在我们就去问问他 作为一个烹饪爱好者 对厨房的装修需求 都有哪些吧 走 我们去找找他 刘先生购置的二手房地处 广州立湾老城区 房子位于六楼 房子的使用面积约40平方 分为主卧 自卧 客厅 厨房 洗手间 五大功能区 厨房位于房子的右侧 狭小逼则 勉强只顾两个成人转身的位置 这个面积太小了 根本不够你大展拳脚啊 我也是觉得现在这个空间 厨房是远远满足不了 我这做饭这件事的一个需求 所以说我个人是希望 就是说是变成一个开放式的一个厨房 增加更多的一个储物空间 房子已有20年楼龄 厨房不合理的布局 和陈旧的厨房设施 根本无法满足业主的使用需求 但是有个问题啊 就是咱们的油烟问题要解决啊 不然的话你的朋友过来 还没吃上饭 已经闻油烟 已经闻饱了 所以这个问题 谢公这边一定要着重去考虑 看怎么样去解决油烟问题 那我现在还发现有个问题啊 就是咱们这个洗手间 对着这个洗手间 我感觉有点没食欲 咱们还是出去说吧 我也是希望就是说是 洗手间的话还是尽量的 就是说是离厨房 是有一些隔断或距离的 那在这个上面 能不能做到干湿分离之类的 这种设想呢 说到这一点的话 我还希望就是说是 我的洗手间里面有一个浴缸 房子现在的洗手间 只有2.6平方米 想要在这么窄的空间里 实现干湿分离 同时放置一个浴缸 这简直是不可完成的任务 随着了解的深入 业主的需求也越提越多 希望房子的设调的话 也是黑白灰 然后再加上一些木纹吧 所以说我是希望就是说 整个家里面的这样的一个 灯光的设计的话 尽可能地去考虑这种居住的舒适度 或者是有一些灯光的分区啊 等等这样子 如果这些要求都达不到的话 我肯定是不会收获的 开放就有一个厨房 简直这样有一个问题 厨房是有一些则断或距离 浴缸 色调的 黑白灰 一个灯光的设计的话 考虑这种居住的舒适度 面对业主的诸多要求 设计师开始面露难色 他能否满足业主的设计需求 设计师知道 一个合适的装修设计方案 必须是量身定制的 而他在业主新购买的房子里 并没有看到业主的生活习惯 设计师决定 到业主现居住的房子里 进行深度了解 您好 就方便我这边看一下 你的一个厨房这一块 好 先可以 设计师想进一步了解 业主的烹饪习惯 在观察中 设计师发现了几个问题 操作台和灶口连成一体 冰箱储物空间不够 各种各样的电器随处摆发 带清洁碗碟堆积成山 细致观察了业主 正在使用的厨房后 设计师心里有了大概的想法 这整体空间 这一块就是一个厨房 不好意思 我接电话 喂 你好 好 把价钱发给我看一下吧 行 那我先看 可以 如果确实没有那么多的 一个时间把精力放在这个上面 所以后面可真是要 您这边多费一下心 可以 业主表现出了 对设计师的充分信任 离开业主家的时候 设计师心里也暗暗下了决心 一定不能让业主失望 做证进行到一半 此时设计师接到了业主的来电 刘先生 你好 你为什么不回我围警 我这边就在这里的图图 这边就没留意到 那所以什么时候才能出房 不是保证可以两天内出房了吗 对 两天我这边办案出来 因为我要考虑一个综合一个音试 还有一个细节的问题 所以我这边是说 要把你这些前期的一个问题 都要考虑进去 所以我这边先帮你考虑清楚 对啊 那你不是更应该回我微信吗 要多跟我沟通吗 对对对对对 我开始觉得我是不是信任错你了 如果你还是不能提示给我方案 跟我保持沟通的话 那我可能要考虑换计师了 原来在对房子进行二次勘查后 对于房子的中修方案 团队里出现了两种声音 发一 从厨房空间最大化的角度出发 提出应该把次卧和厨房的位置对调 左边那个房间还是保留 中间的话就把厨房移过来 这样子的话厨房就会大很多了 就是你的厨房的话是移到中间嘛 中间的话有两个柱子 柱子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发二 则考虑长远居住的舒适度 厨房的位置只能在原响体位置 进行一顿改造 团队成员争执不下 而一心想追求完美的设计师 也迟迟未向决定 建前的开放就有一个厨房 加分多的一个储物工作 我的洗手间里面有一个预防 去保留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阳区的格局 一边是齐交完成拆改工作的工地 一边是齐需出设计方案的业主 时间正在一分一秒的过去 设计师的内心此刻焦虑无比 究竟设计师能不能在这个40平方米的房子里 实现厨房会客厅这个创想呢 设计师心里终于有了答案 决定按方案二执行 在保证居住舒适度的前提下 争取厨房面积最大化 而这一方案也获得了业主的认可 在主体拆改工作完成后 施工进入了水电改造阶段 我们这边有一个茶桌这一块 我给你收一下这边 设计师考虑到业主在家会客的需求 特意设计了比一般家居更多的插口味 刚才施工过来增加了一些 开关面板插座 就是后期的一个使用 就是考虑得很周到 就是说业主以后需要插座的地方 都有插座 结果一段时间的装修呢 我们的房子是已经完成了 水电阶段的电线布线施工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受业主的委托 我们将和齐家网的刘板家 一起对线阶段来进行一个验收 刘板家 永远请 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 线阶段的电线布线施工 是已经完成了 所以我们验收的第一步呢 是不是应该先从这个布线问题 开始解释 是的 在电线布线时呢 我们需要注意几点 我们来看一下 导线向线呢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火线要用红色 灵线呢要用蓝色 接地保护线要用黄绿三色线 这三个颜色是根据国家的规定呢 还是根据我们每个家庭的 个人喜好来决定的呢 这个呢也是我们齐家网的一个施工标准 在统一住宅内呢 配线颜色应该统一 这样呢便于气氛 也方便维护 还有呢在安装插座的时候呢 一定要接地线 一当漏电接地线 就会起到保护作用 保证电器使用者的人身安全 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来检查一下 管内的电线情况 来看一下刘管家 对了这个是什么管呢 这个是四分管 四分管有什么规格上的要求吗 有的 按照标准呢 线管内的导线截面级 不能超过管内性的40% 也就是说呢 一根四分管里面 不能超过三根2.5平方电线 那我们现在是三根 但是我看管内 还有多余的空间呢 我们可不可以把它 多增加两根变成五根 这个当然是不可以的 我们现在看的是直的线管 因为地上有很多转弯的地方 线管呢会因那个转弯 就会对那个线管 一个产生一个拉伸 就会减少截面空间 这会影响散热的 所以呢我们要保证 线管里面的空间 其实保证空间 也是保证我们的安全 是的 那您看一下 我们今天的整个 布线的施工情况 符合齐家宝的这个要求吗 本次施工工地 已经通过了 齐家宝安全隐患检查 本次电线布线的施工 已经验射合格 可以进入下一个施工阶段了 哇 太好了 让我们一起来期待 下一个阶段的新家吧 工地的改造工作 正在紧张进行 经过贴砖施工和木工施工后 房子进入油染施工阶段 而就在此时 导演组收到了业主的信息 我们约上业主在工地 业主告诉了我们 让他失去耐心的原因 为什么买过满油 自己也能做 这个灯的话呢 就是 就是我 想要的话是一个 基本上没有主灯的设计 它那种吊灯的话 基本上都是一个装饰的吧 可能更多的话 用氛围灯啊 或设灯之类的话 去突出 这个空间的一个感觉 就最近一直在催我 去买灯 但是呢 多大的灯 什么样 什么色温 没有人过 也没有方案 所以他还要我自己来问 有用吗 没有 我们把沟通情况 告诉了设计师 设计师紧急召开了团队会议 重新拟定方案 叶子这边 我就是灯光这一块 没那么玩意 所以我这边 也甘心了一个要求 我这边调整一步 就是最新的方案 对 这边是我一个调整 一个灯光 一个主充的这一块 我一个 我列了一个摄像 这一块给他 跟客户有一个时间 详细地讲解一下 设计师约升业主 当面讲解第二次灯光方案 这一次的灯光方案 能让业主满意吗 全部的一个灯光呢 我们主要是分成三个部分 来去给他做照明的 第一个是基础照明 比方说我们的一些筒灯啊 这些基础照明 第二类呢 是一个重点照明 就是这些色灯 比方说你有挂画的地方 我们要做一些特写 还有一个是装饰照明 装照明它是哪些东西来 比方说一个吊灯 再一个是一个闭灯 这些装饰照明 好 行 因为家里面的话 我想色温的话 尽量不要超过4000 对 因为4000的话 它是呈现一个白色调了 就是办公了 一般我们是控制在3500K 再次准备 打开 인간细备 去说 是 看看 这个由呢 在水平 火车 又要是 讨厌 来 这一些 费物 别有 cont 游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原来设计师将厨房墙的两根排水管进行了包管处理 同时在包管上安装抽油烟机 这样既可以避免排水管对整体美观的影响 又能为厨房争取面积最大化 然而这个看似完美的方案在业主这里并没有得到通过 所以现在这个东西是首先先解的第二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的话就是说这个烟机是防不下这个注入者的对吗 对 如果是过在这里它有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轨子突出来 跟那个灶台突出来五个温 相当于是那个厨棍做出来的话是这样的一个形状是吗 凸出来一个凸形状是吗 不是平的平的平的 还是平的 就是它这个烟罩你做一点 厨棍是平的烟罩是出出来的 那我会碰头吗 对 就是说 我走路怎么走 就是你那只是买的这个营造 你买鞋子到这里就好 你买鞋子到这里就好 对 那早不舒服 而且就是说是那相当于是 我整个上面的柜子都是没有用的 是可以这样理解吗 因为都有那个烟网在里面冲过去对吗 不是它上面也可以用 只是那个占用那个柜子 那是不是不能用的 它到时候那个烟网会把它包起来 怎么可能施工都 我都告诉你烟网有十九 烟网就有十九公分了 我已经告诉你了 你看上面的柜子做多高 到顶上这个柜子 我是到顶的 你还不还有鞋花吗 七十五 七十五来一大 不是现在现在是这样 柜子是到顶 但是你腌道始终是在这个 对啊你腌道是不是跟柜子齐平的 现在是从这个一到 下来二十公分那是没用的 用不上的 那我叫上面上柜是干嘛 你拿来做装饰吗 那花多多钱 鉴于业主的激动情绪 大家陷入了沉默 其实这件事情的话 对谢公的影响也是蛮大的 打击也是蛮大的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的话 就是缺乏沟通 其实谢公私底下也做了蛮多事情 因为男孩子嘛 都不善意去表达 也没有去说明 可能是说大家没看到 但是他确实是做了这些事情 对他自己而言的话 也会有点点委屈这样子 尽管谢公没有太多的表达 但费公告诉我们 谢公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而这个决定也彻底激发了 连日赶工的施工队的情绪 刚才谢公过来说 吃房间位要改 我从业三十年 这么大的一个改动 从来没有遇见过 就是说以前做的人民屋里 全部浪费了 原来为了解决业主的疑问 谢公选择了最根本 但同时也最耗工时的做法 拆掉基本完工的厨房 重走水电线 重新分配厨房电器位置 离交房不到十天的时间 装修陷入了前所未有的 工期危机 这一块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这一块 我觉得往后期 把一个东西做好就行了 我会通过我的作品 证明我的实力 谢公和施工队 继续加班加点推进工期 而就在此时 业主突然来到了现场 哈喽 大家好 你好 您好 您好 谢谢大家辛苦了 没有 没有 然后现在是个什么进驻 现在我们就是 你看现场模仪的 尤其这一块 对 我看比我上一次来 快了很多 对对对 然后最近大家真的辛苦了 因为我这段时间 一直没时间过来 比较忙 我做了点吃的 然后我们大家一起 到楼下去吃一下了 前些天和设计师关系 还剑拔弩张的业主 为什么态度 会来个大转变呢 因为其实我前段时间 家里面其实有点事情 我就回家了 然后在这段时间里面的话 他们一直在现场 去帮我去解决了很多问题 那其实我觉得 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包括也看到他们 一直都在加班这个样子 所以说今天就是想说 刚好回来 然后去做点东西 去感谢一下他们 非常感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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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今天我们要聊到 开放式厨房这个话题 说到开放式厨房 它对于厨具和电器的选择 是有一定要求的 但是对于一个烹饪爱好者来说 这些要求有可能是 一点点小小的限制 不过没关系 因为今天受业主的委托 我们不仅请到了设计师 也请到了帮帮团的一位新成员 是哈萨 哈萨的到来是我们的助力 因为我们将一起为我们的业主来挑选一个 共开放式厨房使用的电器和厨具 其实我觉得你今天真的没有交错人了 因为在国外的话 开放式厨房是非常的普遍 所以我打算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 来帮业主进行挑选 不如这样哈萨 我们一会儿约上谢公 一起去看看烤箱究竟怎么用 好的 没问题 好的 我们今天的帮帮团 已经集结成功 接下来我们将挑选的是烤箱 所以首先我们要问一下谢公 对于开放式厨房而言 烤箱的挑选有什么讲究吗 从这方面一个开放式厨房 我们要考虑一个点是 第一点就是美观 因为它属于开放式厨房 美观性重要性 第二点就是一个性能 因为它的性能 主要一个食物 一个来源这一块 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业主是一个特别喜欢烹饪的人 但你知道吗 对于喜欢烹饪的人而言 有一大遗憾 那就是不能使用明火 其实我们烹饪很大的一个乐趣 就在于明火看它的锅气 看它的火候 这个乐趣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明天的书房能否让业主满意呢 这里是由齐家网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 新屋齐家装 齐家网家之所在心之所安 那么一个月的装修时间呢 很快就过去了 我们大家都迫不及待地想知道 新家究竟装成什么样 要不我们让施工官家先投入一下好不好 好的 李安生 您家的房子我已经按照咱们齐家网平台的 专业施工标准做了严格的验收 已经保证质量的完成装修了 请你们安心入住 这是新家钥匙 请拿好 好 谢谢 此时此刻的心情怎么样 很好 很好 是吧 我也看出来了 在这里呢 我们也要感谢齐家网 对本次施工的全程监控 这也意味着我们的施工款项 可以顺利地放款了 在这里也提醒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可以下载齐家网的APP 或者是关注齐家网的微信公众号 这样呢 您就可以轻松地预约 各项装修服务了 好的 那事不宜迟 我们不如赶紧去看看 新家究竟装成什么样吧 好 走吧 主持人 我突然间有点紧张 为什么呢 就是我万一装修得不好的话 跟我想的不一样的话 我都不知道是要不要收获 你可以不收获 可以给我 你可以给我 我们进去看一下 我觉得应该还不错 推开房门 一个简运舒适 又不失时尚感的现代化新家 出现在眼前 40平米的两室一厅 在设计师的打造下 变身拥有开放式厨房 以及舒适接待空间的宜居房 在保留原本房子 基本框架的情况下 进行空间功能重组 客厅和次卧调整出来的空间 进一步扩展了厨房的面积 从之前的5.1平方米 调整成6.2平方米 卫生间调整为 洗手间和淋浴室两大功能区 实现了卫生间的干湿分离 而在这40平方米的房子里 总共设置了客厅 客厅吧台 阳台 自卧 厨房吧台 五大接待空间 最多可以同时容纳17位客人 而在这40平方米的房子里 还隐藏着什么 意想不到的惊喜呢 让设计师一一揭晓 欢迎刘先生回家 整个是坏人一心的感觉 感觉不一样 我对这些装修其实挺满意的 然后感觉最终出来的效果 其实就是我想要的 这里需要换鞋吗 这里是一个鞋柜 你可以看到 它这边是一个座的 它鞋柜在这一边的 你可以打开一下 按下来弹一下 因为我们这边 一个合同产板 你可以拿开它 就可以换一个高跟鞋这一块 它这个空间就非常大了 它一边做一边换鞋的这一块 怎么样哈萨 很方便 很方便的 很贴心哦 整个色调也是你喜欢的 黑白绘 对 满意吗 满意的 谢公有什么要向我们 着重介绍的 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是一个 整体的电视柜 这个储物空间很棒哦 这个也就是可以 对对 它这边也是个合同的 可以放一个 可以把我的吸尘器放里面 这真是 然后还有很多的插头啊 就很方便 我觉得你想特别知道 其实你满意吗 你最开始说的 对呀 我说不满意 你最开始说的不满意 可是不收获的哦 你现在不收获也可以的 那还是收吧 那边是不是还有一个柜子啊 对呀 那边是一个 特别的一个柜子 很有悬念的样子 对 哇 别有洞天耶 你不说人家 根本不会知道是个房间 对 关于这样的一个 隐藏式的一个门的 一个设计的话 其实我也是很满意的 很开心那个设计师 跟现场的工人们 能够一起去实现 这样的一个相对 可能比较大胆一点的想法吧 对 所以整体而言的话 其实我是比较满意的 原本的卧室设计 整体空间较为压抑 设计师采用了 嵌入式衣柜的设计 增强了主卧的空间感 为了更好的让业主 在家里自由切换 自住和接待客人两种功能 全屋的灯光设计 可根据不同的需求 进行冷暖光切换 这灯其实也特别棒 这是另外一个房间 对 而且这个座我看到了 也是用了榻榻米的形式 而且外面有很多的小柜子 这些能打开吗 可以的 必须要能打开 这些都是很好的出入空间 这个真的比我想象中的 要大很多 大很多吧 对 我是印象过它的出入 但是我没想过 我能放出这种东西 你就可以尽情地 再买来买 对对 原本的次卧功能非常单一 改造后的设计 在这个空间赋予了 接待和储物两大功能 对 我还可以当餐厅 对呀 这个 如果是中式的 只有三两个朋友的话 我们就完全可以在这儿吃 那不如我们还是去看一下 我们最主要的厨房会客厅 好啊 好啊 我们去看 改造前 厨房适时简陋 根本无法满足业主的使用需求 设计师拆除了原有厨房 和次卧之间的墙体进行空间重组 打造了开放式厨房 其实我比较满意的可能还是这个厨房 因为就是说它确实满足了我想要的东西 而且就是说是能够在这个开放式的厨房里面的话呢 去跟朋友一起去分享 或者是跟朋友一起去交流 但是这一点的话 其实非常让我开心 这个很好 我觉得厨房的话 最重要的是它也很大小 如果太小的话就每一口切菜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我觉得这个厨房最好的东西就是这个 洗碗机 洗碗机 不用洗碗了 太好了 原来在之前的走访中 设计师发现 业主虽然喜欢烹饪 但是由于工作繁忙 通常都把碗碟积累起来 几天清理一次 因此设计师在电器的选举上增加了洗碗机 正当大家沉浸在厨房带来了惊喜的时候 门铃响起了 这时候会是谁呢 你为什么来了 我们来做客了 来放进来看一看 哇 装修得好漂亮啊 是啊 刚装修好 这下我们就行了 来 赶紧把东西放下 新房已经装修好 厨房会客厅迎来了 他的第一批客人 我看到有鸡蛋 我可以给你做 澳洲人喜欢吃的咖喱鸡蛋 或者吃过咖喱鸡 或者是咖喱牛肉 就没吃过咖喱鸡蛋吃过吗 做咖喱鸡蛋 不知道是不是一样了 我尝一下 尝一下 那我们开始吧 你们先来帮我切个土豆 谢谢 好了 行了 就是你了 被你教选出的结果 做了这么多年 一个酸甜苦辣 起起伏伏 这个都有 当时就是有一个痛苦和喜怒 生气快乐都有 可是当你走过去 回想以前 觉得挺有趣的 来 坐一块儿 今天就是做午节了 我觉得我们今天 大家一起聚在一起 吃个粽子也是特别耐心的 来 来 来 吃午节 好 吃午节 好 吃午节 当午节快乐 当午节快乐 一杯 吃午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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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